第九维度哈索二人讯息 感谢卡恩和赞赏创造的工具 我们已经到来 我们是哈索二人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大家同在 我们非常爱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关注地球和地球人类 我们知道你们有多崇拜 来自其他世界和其他星系的存有 而我们恰好来自另一个宇宙 我们前来回应 在猎户座战争期间发出了召唤 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与你们在一起 帮助你们成为你们的完整自我 你们的更高自我 我们已经从物质形态提升到非物质形态 我们在第九维度 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供我们的教会 就像我们在伟大的埃及帝国时代所做的那样 我们今天的教导是关于感恩赞赏和感谢 这些都是你们在创造中可以使用的强大工具 如果你们想要更多某种东西 而你们眼下只有很少的这种东西 那么对你们已经拥有的这部分心存感激 会给你们所拥有的东西添加一个能量标记 这将向全人类及其他存有发出一个震动 告诉所有能接收到这个信号的人 这种东西正准备好物以类聚 他也把你们放在一条不同的时间线上 在这个时间线上有更多这样的东西 供你们赞赏和享受 因此 你们花在抱怨上的时间越少 花在感激上的时间越多 你们就能更多的 与你们定义中的完美时间线保持一致 你们都可以拥有更多你们认为好的东西 你们要定义这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然后你们就可以进入那种时向 而你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 就是你们的愿望和你们的感激 当你们喜爱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们都与自己的真正力量一致 与你们的真实自我一致 并与更多的你们在那一刻所爱的任何东西一致 你们不必再用艰难的 过时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了 当然 地球上的生活一直在告诉你们这一点 并向你们展示这一点 你们已经让自己更容易得到任何你们想要的东西 包括精力 你们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有这么多的资源 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就调谐到不存在匮乏这一真相 那么你们就更容易去感激你们所处的世界 和生活在地球上为你们提供的机会 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给了你们如此多的机会去扩展 去了解你们自己 去拥有你们决定要拥有的经历 如果你们从感激自己的生活 感激你们自己 感激你们的人类同胞 和感激你们的星球开始 那么你们就能更详细地了解你们所感恩的是什么 然后 当你们得到更多你们想要的东西时 你们会表示感谢 你们会赞美即将到来的和你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赞美把那些东西带给你们的路径 以及赞美所有帮助你们获得这些东西的人 动物和树木 然后 你们以你们的真实自我对齐 你们提升了自己的振动 是的 你们可以通过减少欲望和静坐冥想来提升你们的振动 但是你们来这里是为了积累经验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你们自己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地球和你们所在的维度的物质性 所以享受这一切 感激这一切 不要抗拒任何东西 然后看看当你们在这段可以充满富足和喜悦的人生经历中前进时 你们还有多少东西要去为之感恩 我们是哈索二人 我们感谢你们 祝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